请启动 南亚科技深圈台湾不许全球 南亚科新总部落成 科技部长陈亮基 行政院长林全亲自出席 我想政府的责任 就是要能够让我们企业 能够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 那最近我在去年 这个有跟经济部提到 我们对五亿以上的重大投资案件 我们都已经设计一个单一的窗口 做全面的服务 希望企业多多进驻台湾 毕竟鸿海才选择到美国设厂 商人美祖国这句话 让政府很紧张 我们把政治看得太重 每天都在谈 我们最优秀的财经院长 到底发育会换谁 到底谁要来接院长 到底我们的政治 一下子又要选举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意义的一件事情 侯友宜酸度破表 要林全好好在位子上发挥财经专长 不过内阁改组消息有声有影 更传出林全早在五月 就向总统蔡英文提出辞呈 但蔡总统希望林全再给一些时间 让她思考何事人选 觉得赖清德是好的人选吗 有跟小英总统说五月就要走吗 林全头也不回闪躲媒体提问 但九月内阁改组前 这些问题恐怕还会继续追着她 华语新闻洪锡与黄云成 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